11點多時工路面突然出現一道裂痕 範圍不斷擴大 在馬路上形成一個下陷大凹洞 周遭住戶好害怕整夜不敢睡 就怕房子跟著倒塌 台北市府緊急封閉雙向道路 天坑現場警戒搶救 確定就是在深度比較深的 衛工館也就是污水館這邊有破損 所以我們也即刻的先做了分館 講外面來 連鬥也沒有看 來做一個秀有什麼用呢 居民一肚子火 因為這坑是越補越大洞 七月初就有人發現路面有些微破浪狀 八號晚間路面被砂石車壓出小洞 不到一小時裂成天坑 隔天緊急填補後 九號晚上十一點多 竟又再度出現裂痕 慢慢往下塌陷 行程面積長寬約二十及十五公尺 深度二點五公尺的大洞 足足比前一天的塌陷範圍 大了好幾倍 土木記事現場勘查 研判天坑和潮汐有關 受到河川及地下水位的升降變動 本來填補好的砂石 再度被水流帶走才會二次釀災 他已經用沙包去做填除了 結果兩點以後漲退潮 全部把原來堵在人孔的沙包 全部再帶走了 那帶走的話可想而知 這個沙又會從我們崩塌的這個地方 全部透過污水管 又全部再帶走第二次 坑洞灌漿回填作業完成之後 預計十一號鋪設管線 為避免路面再度塌陷 工程人員這回不敢搶快 進度得試混泥土強度硬度做調整 為求安全第一 恢復通車目前沒有時間點 三立新聞綜合報導 中文綜合